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可以归类 一般的武器我们分成两种 一个叫被动防御 一个是主动防御 现在美国受台武器 全部都属于被动防御的 什么叫主动防御 主动防御就是能够对敌方 产生有效嚇阻 你是说像阿帕七吗 对未必 这第一个有效嚇阻 第二个就是自敌众生 就能够打到敌方的众生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武器 基本没有 我们基本没有 所以我的观察就是说 如果美国要受台武器 是涉及到主动防御的 老共一定会叫得更严重 因为那个叫的是真的叫 现在是政治上的叫 第二个这次老共 为什么会对我们这批军售 这么care 有一个军售是PAC-3 爱国者3 不在于他这个爱国者3的载台 而是在于爱国者3 美国在日本有 美国在南韩有 美国如果在台湾有 对中国来说 他认为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反导系统的联 联盟 一个联锁 对中国来说 他就认为这就是 准协防的关系 准协防的意思是什么 背后就是准军事同盟的关系 老共是看到这一点 不是看到个别的平台 现在的武器 现在的武器我们很少去讲个别平台了 都是系统的东西 从系统的意义来讲说 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军事问题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所以为什么北京会叫得那么厉害 它背后有一个 这个东西在这个里头 那潜艰 潜艰是个别平台 所以我说 老共我们要观察的 我不认为以后 老美会卖一些 具有主动防御性能 甚至于有公式的 能够抵敌战略众生之内的 比如说1000公里之内的 这种东西我觉得几乎不可能 所以既然这东西不可能 老共也很清楚 我们现在买的都是什么 最低防御 最低防御能力的 对不对 我们已经是买最低防御 花那么多钱 今天我们花多少 64亿对不对 64亿等于是今年2010年的军费 你知道占多少吗 68.8% 68.8%的军费 一年的军费 这么大一笔军费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花了他 百分之将近70的军费 来买最低防御能力的 今天若不是老共在那边叫的话 我们可以买多少好东西 对不对 所以老共自己很清楚 他已经赚了很多很多便宜了 还在那里叫 我们只是最低防御能力而已 拜托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说 这次美国对台军数 其实是让他 这些亚洲的这些盟国 可以安心一下 那当然是当中有很多的中美较劲的意味在里面 我们待会儿要继续回到我们现场 同时也要来看看 中国目前在东扩南京的这些计划 欢迎继续回到有话好说 你所你不知道的中国的单元现场 我们持续要来讨论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这个 赖大哥他也提到的 就是说美中关心的今年呢 从今年一开始 比如说现在欧巴马他们决定要采取 对中国是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 从今年的年初以来 那他前几天在对的 美国民主党的议员他们也说 他会在对中国的贸易 还有在人民币的汇率 这个部分他会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 那其实也提到了 2月17、18 达拉要去美国 欧巴马就也会接见他 那同样的在3月4月5月6月7月 一直到12月 包括胡锦涛到今年都肯定去访问美国 那当然还有一个集团体的峰会 那这些都有一些见面的机会 那在见面的机会呢 会不会有美中的这个领导人 又会在这里面交集 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大概可以看得到 今年对美中来讲 他们应该可以说 常常碰面却也有一些关系紧张的时候 当然因为中国他现在的国力 以及他的全世界重要性 所以说只要重要的国际场合 美中的领导人一定都会碰面 那但是有趣的就是说 在过去所谓多碰面照讲 应该是会增加更多的合作的默契 可是现在反而好像每碰面一次 对双方的领导人来讲 都是增加那个摩擦的可能性 因为什么样呢 就是说美国认为 他是说我在刚上来的时候 欧巴马来讲 我已经给了你这么多的 这个好言相劝 那结果换来的是呢 结果你并没有在这边跟我配合 那对中国来说 他的感觉是说 那个美国你刚上来 然后现在在这个经济上面 这么依赖我 同时也已经承认了 我这个大国地位 那为什么你不就honor 就是说是把你原来之前 所承诺的这个要 让中国这个大国地位平等 这个地方能够把它做起来 那反而还在其他地方 都有拼命要求 所以说在双方之间的这个认知 我觉得这存在一个根本的一个差异 那也使得他们只要在每次碰面的时候 反而不会解决掉既有的问题 反而会增加新的这个的那个张力 那其实从这边来看 我会觉得另外有一个 有两个指标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今年他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力报告 美国是用什么样的语言会去讲他 因为在过去美国从原来之前在小步行的时候 把解放军视为这是个威胁 后来呢开始把他讲说 他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他不透明 那今年他的语调会不会做些改变 特别是美国会不会利用 在两岸关系上面出现的和缓 但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持续增加 开始在质疑解放军里的意图 换句话说 从不透明的这个质疑 开始变成意图上面的质疑 我觉得这是今年一个要 蛮要重要观察的一个指标 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先来看一段PCR 美中的关系呢 不仅是随着不同的 不管是商业的军事的 有所可能会有一些摩擦 也有可能是互相校正 但是我们要来看看真的是说 中国大国崛起 他们在军力上面呢 是投下了相当多的钱 甚至是把美国当成他们主要的敌人 一起来看一段PCR 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后 美军一号在泰国展开太平洋地区 最大规模演习 包括日本泰国等六个国家 海陆空三军 总共一万多名军人 参加围棋十一天的联合军演 美军按照例邀请中国派员观摩 并没有遭到拒绝 让因为对台军售出现的 美中紧张关系暂时解除 事实上从欧巴马政府上台后 美中恢复了军事对话 避免双方误判情势 美军定期在太平洋 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当然给中国不小压力 中国自05年通过反分裂法后 不惜自掏腰包 邀请俄罗斯到中国 进行联合军演提高作战能力 维护我们海洋的权益 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 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深深之责 中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越来越大 去年中国联合14个国家 在山东沿海举行多国阅兵 但更受到国际注目的 是去年底 中共军委副主席梁光烈 返回日本达成了在今年进行 历史上第一次的中日海上 联合军演以及中国可能在2015年 完成打造自己的航空母舰 被美国外交政策期刊 列为今年度全球最庞大的武器研制计划 他实际上挑战的是美国的独霸的情况 他挑战的是美日的军事同盟 中国还计划在印度洋周边 与巴基斯坦合作建造军港 保护中国的游园利益 除了让印度强烈反弹 印度洋的美军第五舰队更提高警戒 印度总理辛格去年底访问美国 成为美国总统欧巴马上任来 首位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的外国元首 美印宣誓将深化军事等全方位合作 让印度非常雀跃 美国军事期刊报道 解放军在空军方面虽然只有美国的两成实力 但是拥有300艘军舰的中国海军 在完成自己航母之后 海军实力却可能快速超越美国 甚至在2015年 因为台海问题狭路相逢爆发战争 让美军面临战败 也让未来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充满更多难解的变确 我们看到了中国举取在这个军事上的一个较劲了 那这个美国军售给台湾呢 有人说是让亚洲的其他的一个盟国安心 那当然我们也要来反问 到底是哪一些的美国的盟国对中国是不安 我不放心的 本来这个两岸关系改善之后呢 其实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南韩 都很关切两岸的动向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所以说日本呢军方包括现役的或者是退役的将领 来台湾的机会越来越多 那么韩国我据我了解也有 虽然我没碰过 日本我倒是碰过 那美国的将领也很多来 包括这个就是主要是退役 包括太平洋室这个